挖了个擦了 一头迷了路的牛老二 被三头狮子给揍了一顿 粗壮的尾巴已经被搞得突如皮了 并且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这就是真实的动物世界 自己永远都不会知道 意外跟明天哪个会先到来 现在应该是中场休息时间 疲惫不堪的牛老二 需要躺下来好好休息一番 随着镜头的移动 罪魁祸首也映入眼帘 三头鸡肠鹿鹿的狮子 在牛老二的正上方休息 见牛老二体力不支 一旁的母狮率先发起了进攻 狮子仗着数量优势 决定对牛老二发起车轮战 牛老二虽然身负重伤 但是他也不会就这么轻易任命 拖着疲惫的身体便起身迎战 但由于长时间的体力透支 能够站起来也算是身体极限 并不能对身后母狮做出有效的攻击 母狮也很急贼 他趴在牛老二的背上 享用自身的体重将牛老二扳倒 牛老二仿佛也猜到了母狮的心思 一个小转身便轻松化解了危机 第一回合技术 接下来是亚成年雄狮登场 牛老二立马起身迎战 雄狮跟第一个回合的母狮一样 想要用重量压倒牛老二 这相同的配方显然不能成功征服 另外一头雄狮健壮也加入了战斗 经过一阵激烈的对战后 眼看牛老二就要撑不下去了 一头充满正义的向太师 甩着大水管走了上来 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 果然向太师立马就剁脚吼了一下子 小编本以为他会出手营救呢 没想都只是单纯的吼了一声 随后就转身走掉了 我擦了 也不知道向太师是不是没听说过下一句 竟然没有出手 向太师前脚刚走 狮子就迫不及待的扑了上来 看来今天这顿全牛咽他们是吃定了 牛老二死时的眼神里 写满了他满了个八字几个大字 面对这几只狗皮膏药 牛老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在三头狮子轮番的攻击下 坚强的牛老二一直对峙到了晚上 最终却还是被恩犯在地 做起了咽喉肿痛的手术 面对如此情景 牛老二已经无力回天 这个结果对牛老二来说 也算是一种解脱 这几个实习狮子的经验 跟手法是真的差劲 一场没有麻药的手术 竟然做了大半天 让牛老二可真是遭老罪了 要是被刚刚和主任列老二看到的话 估计都要笑上个好几天